開了 沒麥克風 沒麥克風 沒麥克風走進來 Toyz TV 試麥試麥 胡海鵬試麥 你一開Toy可以多些分享 因為分享了一段影片 你開了麥克風 說了些不應該在幕前說的話 好 玩具TV 第十二季第六集 突如期內的直播 沒錯 基本上我們習慣只有星期四直播 但今天沒有特別宣傳 其實都 藉著這個機會 大家接下來 今個星期日 記住去投票 我再重複 記住去投票 因為太重要 所以我說了三次 投票 是公民責任 沒錯 我們今天有Hot Toy 厲害 我們今天說話都比較離地 確實 要離地才行 太貼地 太貼地你搞不定 基本上不用做直播 沒錯 第一個離地的就是 這個人已經在天堂 就是Stanley 本身其實大家都不會對於 Stanley覺得陌生 有Hot Toys 喜歡美慢 喜歡看電影 都會對這個漫畫之父 絕對不會有半點陌生 今次我們亦都情商到 我們的偉大的場地 借人人 對 他有訂到一隻 Exclusive版的Stanley 所以今次索性之後 交給你開箱 為什麼這麼喜歡Stanley 什麼原因你會買這個 其實Stanley這隻 因為我最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他都這麼大年紀 但是每一集的 好像Marvel的戲裡面 都會見到他 這個真心情 每次突然出過兩秒 突然有個角色 很威心的感覺 好治癒 見到他有這樣的角色 開啟認不到 看完之後閃完 咦他來的 感覺就馬上很棒 第一次出場 應該是Irnman 1 可能是 他扮演誰 不是他出場是怎樣 他是Japa 花花公子老闆 Prayboy 扮Prayboy老闆 但他真的很多角色都嘗試過 有時是化妝到 多數都認得到 你唯一叫做最難認 當然都認得到的就是 Galaxy Gideon Make Love Low War 那個年輕版Stanley Heapy 嘻皮示板 嘻皮示板 那個真的很難認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每一個都叫做 挺 outstanding 整個signature 整個icon 他又不是專家的收買 因為有些其他導演 喜歡客串到 你認不到他 例如周星馳 或者Peter Jackson 那些是誰 他後來告訴你 出過創的 變了彩蛋 沒錯 成為彩蛋的一部份 當然是Stanley的彩蛋 沒錯 我這次說回這個產品 這個原來是限量版的 據聞 所以也要謝謝Brian 因為我自己也買不到 通過Brian的設備 幫忙才能拿回這隻公仔 這個版本就是 Guideon of the Galaxy 2 有什麼特別 其實最特別的 我覺得就是這個盒 就是玩了這麼多年 12吋Hot Toys 真的 吸索 吸索這麼大的盒 很深大的盒 對 開頭我自己也很怕去開 因為我想 以前玩開吸索都要剪爛 剪爛了 剪爛了就怎樣 原來幸好他也有些心思 就是他在後面 在後面打開 開了就可以吸索 這個吸索 因為用那些熔式的 其實成本都高 它背景也很厲害 可以研究一下 嘩 這個是什麼盒座 TD立體 MCD TD的太空 很有復仇者 3、4 其實根本就是 Guideon of the Galaxy的背景 因為他坐在那裡 和那三個外星人吹水 這個是空間跳躍的 空間跳躍那些 對 這個是變化 沒錯 你看到他轉的時候 有些少少會變動 嗯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麼大的吸索 是不是就是為了這幅畫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他這個都挺過癮 我記得這隻好像是Hot Toys 第二隻的Stanley 厲害 他第一隻 那時候是一個 他純粹坐在導演椅子 那個蝙蝠版 那隻也有趣 不過我覺得這隻更加過癮 就是因為他穿了一套 類似太空裝 又不是太空裝的東西 那一陣子 我聽Brian說 也會介紹一下 就是有些真正的太空人 今天很厲害 很多太空人 這隻厲害 沒有同四角 所以兩隻比較一下 這隻就不算太空衣 不過我當然在這套戲裡面 都當是太空衣 那這隻東西 其實我剛才玩 都見到幾有心思 就是 其實這一個 頭罩 可以前後這樣開 比較容易脫 對 就比較容易脫 就藏在坑上 另外 如果頭罩 除了眼鏡之後 他的戲裡面 是不是都帶著太空衣 然後在太空帽裡面 好像Stanley沒有一次 是不帶太空衣 好像你今天 所以我今天特意 都帶回太空衣 來搭一搭 對 那這套衣服 我覺得它是 有少少慢慢的 我覺得它是有點簡化了 如果你說跟真的太空衣 當然是簡化了 但本身其實 都可以看回它的 那個 那個 質感 那些 布的皺紋 其實跟真的太空衣 都不是有太大分別 其實這些是很難車的 因為重行重行線車 塞一些 填充棉下去 其實就不麻煩 不過頭罩 是否第一次出 還是有少少表情不同 其實跟第一次的那一款 我沒有什麼比較過 所以我就 不知道 這個好像是一個 這個比較老 還有 你看它的頭髮 鼻術現在是漂亮的 那可能戴太空衣 是像他的標誌 對 試試戴太空衣 抹了一點 再一次 可以整隻拿下來 是啊 看一隻是你 不用擔心 哈哈 看左 這個先拿不完 沒錯 剛剛好 塞到 沒關係 沒問題 這個就是 如果現在戴 除了頭罩 就這樣看 其實都很神似 然後可以爆地了 哈哈 哈哈 他這件衣服 對於他的可動性 有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 你可以試試 其實我自己按 我覺得沒什麼 不要按 會爆地 其實 本身這個位置 都有些影響 但是你要靠 就靠這個關節 問題不大 他依然可以接近尿臂屎 所以問題不大 因為這件衣服比較厚 你未必知道 他的身體可以玩到怎樣 因為你 你 縱使他是動到 但是 左右 那些 都因為這件衣服 真的很厚 有些回彈 所以變了都比較難去 可以動到腰 腳 正常 你不要想著 踢到90度 你不要搞那麼多 都是正正經經 一個老人家做到的動作 我覺得絕對是 收貨有得的 正常在太空 應該都未知道 會有些太高難度動作 乖乖地坐在那裡 但是 你這些布衣 不用擔心 它 什麼脫 爛 煤 自動變粉 不用怕 我反而是喜歡布衣 還有本身布 其實剛才 Brian也說了 他的車工 其實真的幾複雜 是不怕的 很多時候會車得不好 彎了 會暴廢的 當然有機車 都不是的 很多時候都是 因為他的衣服 本身 都不是一塊四方的布 其實很多位 要用人手推 推 推 我們要推 幫助 不會特別 遮到哪一邊 諸如此類 一個四平八穩的 Stanley 他那個 手的造型 有多少對 手的造型 要在盒裡開來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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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另外拆了 說回這個概念 我覺得其實這個 挺有potential 可以繼續推出 每一套 Stanley 客船的造型 嘩 其實 我覺得他們 其實不難的 有這個想法 因為本身 Stanley的身形 其實高大 也很瘦 所以 正常配合 Hot Toys的Slim Body 他比例上已經很適合 其實 來來去的造型 例如說 可能 扮這個 那些博物館 管員 那些衣服 一些 casual wear 很多很多 就是巴士司機 就是很 生活化的服裝 我相信 要在坊間找 也絕對不難 所以 變了 可塑性都幾高 其實高的 我覺得他有少 這個也不 一定是第二隻以上 這個是第二隻 這個其實是最難出 他選了一個最難出的給大家 其實我覺得 是幾 iconic 這個 有意思一點 如果 我當是郵差 衣服 其實可能 他覺得沒什麼吸引力 這個是比較有吸引力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 捉到路 脫到角 對 好 這隻到這裏 繼續太空人 沒錯 但在太空人之前 我們跟大家預告一下 因為今晚會繼續 有Hot toy 那塊板應該在大袋那邊 會繼續有Hot toy 是嗎 是嗎 對 經常說 Hot toy 是誰呢 還是先賣一下關子 不用賣 剛才拍照也看到 對 那一會兒見 好 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介紹 不是爆玩具 是元形不露 一起吧